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上起司通试课 那我之前有问过大家想不想知道关于起司的知识 出乎我意料的呢,感兴趣的人真的非常多 那我觉得如果有在欧美生活过的人可能会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你去餐厅,他们推荐一个起司拼盘,上面一个字都看不懂 或者是你去超市买起司,结果每一块看起来都差不多 我们今天这个影片是上集,会教大家各种起司的知识 包含从制程上认识各种不同的起司跟吃法 然后我们会回答一些关于起司常见的问题,包含怎么挑起司 过两天我们会推出下集,就是教你如何自己制作Mozzarella 就是披萨上面的那种cheese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吧! 好,首先我们来认识cheese 如果你在欧美的话呢,你通常可以在超市里面看到像这样的起司section 里面的cheese都是一块一块的 这样的cheese它的味道原则上会比片状的起司还好 如果我们在亚洲通常看到都是这种片状的cheese 那这种片状的cheese追求的是味道的统一性 就是不管哪一年哪个月生产的cheese,味道都差不多 所以如果你买了这种片状的cheese,买了很多不同的种类 却觉得吃起来都差不多的话,其实不是你的问题 是这种片状的cheese,它的风味就是没有那么浓郁 所以你会觉得感觉上好像没有差很多 那如果我们要认识cheese,一定要从奶开始认识起 牛奶或是任何的奶里面通常是长这样的 里面有一个这种黄色的大脂肪球 然后会有一个弱蛋白的球,跟一个乳清蛋白 那这个弱蛋白呢,虽然我把它画成一个球形 可是实际上它是一根一根的弱蛋白聚集成一个包这样子 那在这个尾包的外面有很多附电荷 所以弱蛋白球之间可以因为这个附电相似的关系 它们会悬浮在牛奶里而不会沉淀下去 如果你把弱蛋白拿去照显微镜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是长这样的,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一根一根一根的有没有 那乳清蛋白相较之下呢,就只有一根蛋白折叠在一起 所以它看起来就有点像是一个扭曲在一起的绳子 跟弱蛋白这个球看起来是很不一样的 好,所以今天任何的奶里面都是有很多脂肪球 很多弱蛋白球,也有很多乳清蛋白的 而做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奶里面加入凝乳酶 凝乳酶它原则上是从动物的胃里面提炼出来的 通常是牛胃 那它的作用呢,就是可以把弱蛋白这个一丝一丝的球 把它外面的绒毛稍微修掉一点 然后把它们用钙离子连结起来 所以凝乳酶可以让弱蛋白粘结成一个网状结构 那如果我们把被凝乳酶凝结在一起的牛奶拿去加热的话 因为蛋白质稍微收缩的关系,它就会把很多液体挤出来 所以如果你有去起司工厂参观过的话 你通常会看到像这样的一个画面 这个白色的部分叫做Curt,就是之后会变成起司 而那些黄色的液体叫做胃,也就是俗称的乳氢 那这个乳氢呢,通常是丢掉不用的 但其实乳氢里面还有非常多的乳氢蛋白 那我这样讲呢,好像还是有一点抽象 所以如果我们把中间这个白色,就是这个Curt的地方 拿去照显微镜,你会看到是长这样 右上角那个很大的圆圈写着FG的,就是所谓的脂肪球 非常大一个,那旁边这些松松的网状结构 就是凝结在一起的落蛋白结构 那这张照片呢,是刚凝结完的Curt 通常我们在做起司的过程中,会把液体排出去 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些孔洞的地方会被压缩起来 但这张照片呢,就很清楚地展示了落蛋白的网路结构 跟它包覆的脂肪球 而且呢,这种用凝乳酶凝结起来的落蛋白 因为它整个结构其实是有点松松的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起司都会觉得很有弹性 有没有,捏起来会断断的 主要靠的就是这样,落蛋白的结构 那虽然大部分的起司是用凝乳酶 我们还是有少数的起司是靠酸凝结的 靠酸凝结的原理是呢,酸可以破坏蛋白球之间的静电结构 我们刚刚有说过,落蛋白的球是静电浮在一起嘛,对不对 如果我们在里面加了酸 首先第一个,这个圆形的落蛋白球会被打散 再来呢,就是它们会全部沉淀下来 而变成一块一块的起司块 那这样用酸凝结的起司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 第一个是它的蛋白质结构比较强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用到 再来第二个呢,是如果牛奶要到这个阶段 预酸凝结蛋白的话,你酸要加很多 所以加了这么多酸的起司 其实里面的维生物已经很难生存了 所以用酸凝结的起司通常没有办法熟成 那这样讲可能有点抽象 所以我们在这边讲几个用酸凝结的起司的例子 首先最常见的呢,就是这种 Cottage Cheese 它吃起来就很像是凝结的奶块 你可以把它放在沙拉里面,其实还蛮好吃的 再来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呢,就是Cream Cheese Cream Cheese,台湾人最常知道的 应该就是乳酪蛋糕哦 不管你是做重乳酪,还是日式的轻乳酪蛋糕 你都需要Cream Cheese 那在美国呢,因为Cream Cheese有很重的奶香味 美国人喜欢把它抹在Bagel上面 同样是用酸凝结的,如果我们今天不用牛奶 而改用鲜奶油,就叫Mascarpone Mascarpone很多人可能没听过 不过它其实就是提拉米苏里面的起司 提拉米苏有一个特殊的奶香味对吧 那个就是来自Mascarpone 再来呢,还有一种特殊的Cheese 它传统上的做法不是靠牛奶,而是靠乳清 乳清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黄色液体的部分 也就是这些有绿色的乳清蛋白的地方 如果我们把绿色的乳清蛋白用酸凝结在一起 它就叫做Ricotta 那现在其实有一些Ricotta是用全奶做的啦 不过传统上它是只用乳清做的 Ricotta最常见的吃法呢,也是一样撒在沙拉上 那它跟Cardi Cheese比起来呢,就是通常比较硬一点 我个人是比较没有那么喜欢 有一些地方呢,也会把Ricotta切成一块一块的拿去炸 好,然后再来我们要进入主题 就是从这种白色的Cheese skirt 变成了Cheese 那这个地方的类别真的是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把它大致上分成五个类别 让大家比较容易理解 首先第一个类别是把Cheese skirt 用盐水浸泡之后稍微挤干 这个类别最常见的就是Feta Cheese 那Feta Cheese一样,最常见的吃法就是放在沙拉上 而且通常是用羊奶做的 我个人是没有很爱啦,因为那个羊奶味通常很重 不过喜欢的人还是很喜欢的 再来第二个类别呢,就是把这个Cheese skirt 用热水稍微加热之后重新搓揉 这样就会变成我们亚洲人最熟悉的Mozzarella Mozzarella呢,就是大家在披萨上面看到那个会牵丝的Cheese 传统上呢,应该用水牛奶做 不过现在还是很多是用牛奶啦 那这种起司水会牵丝 就是因为它的蛋白质有很好的排列 这个我们会在下集也就是做Mozzarella的影片里面详细解说 再来第三种呢,就是把这种Cheese skirt 稍微洗掉 盐分跟酸味之后,重压成型 常见的例子呢,有荷兰的Gorda Cheese 然后还有美国的Pepper Jack 那这两种Cheese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吃起来非常的chewy 很Q弹,直接吃就非常的好吃 那这三种Cheese,跟刚刚那些用酸凝结的Cheese 因为都不用熟成,所以其实你是可以自己做的 虽然有些人会熟成Mozzarella跟Corda Cheese 但是其实新鲜的也还不错吃 特别是很多人喜欢做新鲜的Mozzarella Cheese 但接下来的这两个类别呢,就是一定要熟成才会好吃的Cheese 但因为熟成要控制温度跟湿度 所以这些我就比较不建议你自己做 首先第一个类别是用黴菌,特别是青黴菌 这种加青黴菌的Cheese,如果发霉到一个极致 它Cheese里面就会看到一丝一丝蓝色的网路 所以通称叫做Blue Cheese 那Blue Cheese呢,通常是可以直接吃 或是你可以把它融到酱汁里面 最大的特色就是味道非常的重 你就想亚洲人有臭豆腐,西方人有Blue Cheese 两个都是很臭的东西,但是都各自有各自的爱好者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那Blue Cheese呢,我本来一直以为自己不敢吃 可是其实偶尔我会找到真的很好吃的Blue Cheese 我吃过那种吃起来真的是有臭袜子味道的 也吃过那种 somehow有一个很特殊的花香味的Blue Cheese 所以其实我觉得Blue Cheese味道是真的蛮千变万化的 最好是先要求试吃一点点,免得买到自己不喜欢的 那再来另外两种Bree跟卡门贝尔都是我跟我老公超级无敌爱的Cheese 这两种Cheese只有微微的发霉,多半在外面 Bree的话我个人就觉得吃不出来有什么发霉的味道啦 那卡门贝尔呢,就味道再重一点 那Bree这个Cheese呢,其实你拿两片便包夹起来 把它烤到稍微融化,就已经好吃到一个不行 那我跟我先生最爱的Bree料理呢,是把它拿去烤到整个融化 然后淋一点蜂蜜,你也可以加一点松露上去 然后把青苹果切成薄片,然后沾整个融化的Bree来吃 那个味道呢,就是有蜂蜜的甜,有Bree Cheese的香 然后还有青苹果的脆跟酸 如果再加上一点松露提味,真的是超级无敌好吃 如果没试过的人真的要试试看 那最后一个类别呢,就是直接把Cheese curd拿去加压排掉水分 之后拿去熟成的Cheese 那这个类别其实有非常多种类 从左边到右边呢,是水分越来越少 整个起司本身也是越来越硬 那我虽然举了三个例子 可是实际上这个类别里面 根据你的乳种,你的菌种,你的水分跟盐分,还有做法 其实还可以分成非常多种 但通常你在选购的时候,你跟店家很重要的沟通 就是这个水分的含量 那Chella Cheese呢,因为水分比较多 所以它吃起来还是稍微有一点柔软度的 那你通常可以在Cheese burger里面吃到 而且熟成越久的Cheddar Cheese,通常越好吃 那再来第二种呢,就是水分再干一点 已经有一点硬,没有什么弹性 但原理上你还是咬的断的 这个类别很常见的就是这个Cumte 不过这种Cheese呢,我们最爱拿来配红酒 它的味道非常的浓郁 就算你拿一个味道很重的Full Body的California Wine Cumte Cheese完全不会被盖过去 而且它们两个真的是可以交织出一个新的味道 完全是1加1大于2的状态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买一个可以配红酒的Cheese 真心推荐买这个Cumte 那再来第三种呢,就是水分已经排到很少很少很少 这种Cheese非常的硬 所以通常你会在意大利餐厅里面看到有人这样磨 那这种很硬的磨成粉的Cheese呢 最常见的就是Parmeson 可以加在意大利面的上面 那还有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就是Romeno 那这种Cheese除了磨成粉加在料理上面之外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切成很薄很薄的薄片 那含在嘴巴里面配一点红酒还是很不错的 只是因为它很干,通常不会切成一块一块的 不然会觉得整个嘴巴很缺水 好,那我们Cheese的类别呢 就介绍到这里 不过就像我刚刚讲的 其实还根据做法分成非常多种 所以我整理了一个表格给大家 那原则上在这个表格里 同一个种类的Cheese 它们之间的味道不会枪去太圆 所以如果你喜欢某一种Cheese 你就可以找它的邻居试试看 很有可能你也会喜欢 只是要注意有一些是用牛奶做 有些是用养奶做 养奶Cheese的味道真的比较重 如果不爱养奶的人要稍微考虑一下 好,然后再来我们进入Cheese常见问答 首先第一问 到底哪些Cheese会融化哪些不会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我会建议你问Google 其实你直接Google 那个Cheese的名称是最快的 不过我们这边提供一个大致上分辨的方法 就是郁酸凝结的Cheese不会融化 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Cheese融化的过程 第一步是油脂变软 第二步呢 其实是落蛋白球之间的那个间结变软了 我们刚刚有说过 凝乳酶凝结的这个落蛋白的间结 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强 所以如果你今天加热的话 这个间结会松掉 那这个Cheese看起来就会软掉 就融化了 直到它里面的水分被挥发掉之后 它又会重新变成固体 那很多人都会以为很硬的Cheese 就完全不融化 其实这也是错的 比方像Palmerson Cheese 这么硬的Cheese 其实在高温的状况下 还是会融化的喔 只是它融化之后不会像Pizza Cheese那样迁丝 而是很快的呢 它里面的水分就全部挥发掉 又变成了一个固体 所以呢 有时候你去高级餐厅 会看到Palmerson Cheese 煎成的脆饼 吃起来脆脆的 香香的 那个就是融化的Palmerson Cheese 它的水分都完全挥发掉了之后 重新变成固体的样子 那玉酸凝结乳酪 因为我们刚刚说过 它的蛋白质间结 其实是比较强的 所以如果你把它拿去加热 它只会水分蒸发 它的蛋白质结构是不会弱化的 所以你拿去加热 它只会越来越干 越来越硬 这也是为什么 我会看到很多甜点都用Cream Cheese 有没有 好然后再来第二问 到底哪些Cheese 会像这样迁丝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也建议你问Google 因为这个更难分辨了 这样的Cheese 它的盐分 酸度 熟成度 跟含水量 都必须要刚刚好 所以原则上 太硬的Cheese 是不可能迁丝的 你要选那种稍微有点弹性的 那虽然说呢 最常见的铅丝 Cheese 是披萨上面的Mozzarella 不过铅丝这件事情 其实是靠蛋白质 反复折叠形成的 就像我们揉面团一样啦 所以如果你今天把一个 会铅丝的Cheese 融化之后 反复的搅拌 它铅的丝会越来越长哦 这个在法国那边 就有一道名菜是这样 再来第三个 为什么有些Cheese有洞 我们看卡通都会一直以为 Cheese都是有洞的嘛 其实这种有洞的Cheese呢 通常是Swiss cheese 也就是瑞士的起司 这个原因是因为 它们使用一种菌种 会产生二氧化碳 那在起司熟成的过程中呢 这些二氧化碳 就会聚集在一起 而形成一个一个的空洞 那这些天然形成的空洞 通常都是圆形大大的 如果你看到很小的洞的话 那个并不是细菌生成的二氧化碳 比方说这个其实是Cheese的图片 那Cheese制造的过程中 会把它打散之后 重新组合起来 所以这个洞是人工的 而Swiss cheese的那个圆圆的洞 是天然形成的哦 最后第四个 为什么有些cheese有颜色 或者是颗粒状呢 这些通常都是香料啦 那包括大家最常见的Cheese 其实也是用一种 没有味道的植物 去把它染成橘橘的啦 不然它本来就应该 要是那种白白的样子 那除了Cheese之外呢 其他有颜色的Cheese 多半都是为了添加风味 比方说像是香草口味的啦 红酒口味的啦 松露口味的啦 那这些Cheese 我个人的经验哈 我个人的经验 通常都是 比较不好吃的Cheese 才会这样做 因为如果品质非常好的Cheese 应该可以靠它Cheese本身的味道 就卖到非常高的价钱 那这些调味过的Cheese呢 通常都是店家知道 如果它只靠到Cheese本身 味道跟价钱都没有那么好 所以它才加入一些看起来 比较高级的调味 比方说松露啊 红酒啊 各种不同的香草 去提高它的身价 那这样的Cheese到底好不好吃 其实我觉得是很看个人感受 比方我个人啦 如果是加了松露 红茶红酒的 我都非常的爱 香草的我就不太喜欢 那这些调味的Cheese呢 如果价钱便宜 通常会很乐意买 因为我会觉得是CP值很高的产品 就是不贵 但是靠过调味有非常好的味道 但是如果它的价钱很高的话 通常我是不买的 因为我会想要买没有调味过的 可以靠Cheese本身的力量 决胜负的那些Cheese 好然后再来第五个 就是最常见的问题 我到底要怎么样 找到好吃的Cheese 答案是没有办法 虽然说网路上有一些教你 靠触感啊颜色 去分辨这个Cheese好不好吃 不过这些方法都不是绝对的 最好的方法还是透过试吃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从外观上分辨 这个Cheese好不好吃的 所以买Cheese最好最好的方法 是找一个你信任的起司卖家 那通常比较好的起司店 也都提供试吃的服务 所以你不用怕买到不喜欢的Cheese 那如果在美国连锁超市里面 我个人觉得Cheese最好吃的是 whole foods 我试过很多别的超市 都没有whole foods的Cheese好吃 那另外还有一个店家 我要推荐的呢 是这个Cerdix 这个Cerdix本身是在 Minnesota Twin City的连锁店 我真的觉得这个厂商 非常非常会选酒跟Cheese 他们的Cheese真的都超级无敌好吃 如果你有去Minnesota的人 可以尝试看看 那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从外观上分辨 但其实还是有一个通则 就是欧洲的Cheese 绝对比美国的Cheese好吃 这个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牛奶 欧洲牛呢多半是吃草 美国牛多半吃玉米嘛 但牛在吃草的过程中呢 他就比较有机会吃到一些杂草啊 野花啊这一类的东西 那他们其实就会在他的牛奶里面 添加一点微量的风味 这个微量的风味在Cheese里面浓缩过后 就是有很明显的不同的 不过呢这个只是次要因素 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法规 美国的FDA食品安全局有规定 除非你是熟成60天以上的Cheese 不然你的牛奶一定要煮过杀菌过 那加温杀菌的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就杀掉了很多牛奶里面本身的菌种 所以他做出来的Cheese味道就比较单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过 Cheese跟臭豆腐其实是有点类似的东西嘛 就是你要发酵你要熟成 所以里面的菌越复杂 它的风味就会越复杂 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没有杀菌过的欧洲Cheese吃起来会不会有危险啊 其实牛奶到底要不要杀菌这件事情呢 很多食品科学家其实是有争议的 因为牛奶里面有非常多的原生菌种 比方像是乳酸菌这一类的 所以牛奶本身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坏掉 实际上很多杀菌过的牛奶 还是可能有其他细菌滋生的 反而完全没有杀过菌的牛奶 这样的案例比较少 所以杀菌的牛奶到底是不是比较安全 其实还是值得讨论 不过可以确定的呢 是杀菌的牛奶做出来的Cheese真的比较难吃 好 又到我们今天说结论的地方了 我希望今天这个详细的起司解说有帮助到你 可以让你下次去餐厅或是超市 要点起司的时候容易下决定一点 但当然呢我只解说了常见的欧美Cheese 所以有一些Cheese是没有涵盖在这个里面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喜欢的话麻烦订阅我的频道 帮我按赞转发各位点鼓励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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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